起初虚无主义让我们感到迷茫,生命毫无意义,世界似乎毫无缘由的存在。 我们曾一度沉溺于这种虚无感,甚至想逃避一切,但后来存在主义的思想如一道曙光为我们照亮了前路。 存在主义告诉我们或许世界没有预设的意义,我们存在的目的并不是由神明或社会所赋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毫无价值,反而是一种解放。 我们不再被束缚于固定的价值观,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 这种思想的精髓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作者,有权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既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命运的主宰。 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和决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放眼望去,这个世界的成年人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般强大或幸福。 亿万富翁的烦恼,政客的困境都提醒着我们,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切。 在这样一个看似无序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岛,但这种孤独也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摆脱束缚,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 然而这种自由也伴随着巨大的责任。 没有人能替我们做出选择,也没有人能为我们的人生买单。 我们必须直面自己的恐惧和焦虑,在迷茫中寻找方向。 或许这才是生命最真实的面貌。 二,被加密作为原本前途光明的足球少年因病被迫改变了人生轨迹。 尽管他认同存在主义关于人类被抛入自由的观点,却对存在主义的消极一面持保留态度。 加密认为我们人类生来就渴望意义和目的,但这在一个冷漠的宇宙中却显得如此渺小而徒劳。 我们就像被机器批量生产的零件被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呢? 加密给出了三种选择拒绝游戏,这意味着选择结束生命,但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信仰的飞跃,我们可以选择相信某种信仰,无论是宗教哲学,还是其他任何能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东西。 拥抱荒诞,我们可以坦然接受生命的不确定性和荒谬性,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 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和不公,让我们常常感到迷茫和无助。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找到生命的终极答案,但我们却可以决定如何面对。 加密认为,面对荒诞的世界,我们不应该屈服于虚无主义。 相反,我们应该通过积极的生活去反抗这种无意义。 他提出真正的自由不是随过逐流,而是敢于挑战既定的规则,让自己的存在成为一种反抗。 加密强调困扰我们的不是世界本身的无意义, 而是我们内心对意义的渴望与现实的矛盾。 这种矛盾无法消除,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与之相处。 我们可以通过创造爱,以及对生命的热忱来赋予自己的人生意义。 从青春期开始,我就一直为一个问题所困扰,为什么宇宙存在而不是一片虚无? 我们常常会追溯到宇宙大爆炸想象140亿年前的那场剧烈爆炸创造了一切。 但问题是,在爆炸之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说那是时间的起点,那么时间之前又是什么? 虚无如何能产生物质呢? 如果在大爆炸之前存在某种量子涨落,那么虚无的概念似乎就不成立了。 因为量子涨落代表着某种形式的能量或物质,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量子涨落之前又是什么? 我们似乎陷入了无从的追问,每一次追溯到一个更早的起点,都会出现新的问题。 这个过程就像是在寻找一个第一个原因,一个没有原因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宇宙的创造过程可能一直存在,没有明确的开始。 这样一来,我们就无需再苦苦追寻那个所谓的第一个原因了。 或许大爆炸并不是宇宙的绝对起点,而是一个循环过程中的一个节点。 宇宙可能经历过无数次的膨胀和坍缩,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的一次。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循环是如何开始的? 广义相对论能否解释这种无限循环,或者说宇宙是否可能从时间的尽头创造了自己? 这些问题似乎陷入了逻辑的悖论。 任何事物都应该有起始点,即使这个起点在我们的未来。 宇宙也不例外,它怎么可能凭空出现并无限循环呢? 即使宇宙的起点在我们的未来,它也必然有一个开始。 任何事物都无法凭空产生。 如果宇宙有开端,那么它必定是从虚无中诞生。 当我们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困惑, 为什么看似合理的两种观点却无法调和? 这就像经典的恶律被返问题,比如物质是无限可分,还是有限可分一样。 这种认知上的矛盾,让我们对宇宙的起源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和迷茫。 我们渴望找到一个终极的答案,却发现无论怎么思考,都似乎无法逃脱这个悖论。 我们能否一直分割物质直到找到最基本的粒子,或者说宇宙是否像洋葱一样层层剥开,最终到达一个最底层的本质。 如果物质可以无限分割,那么宇宙的构成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但如果物质存在一个最小单位,那么这个单位是什么? 是弦,是夸克,还是其他更基本的粒子?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时间维度,我们会发现另一个有趣的悖论,所有事件是否都已经注定? 我们的人生是否就像一部已经拍好的电影,我们只是在被动的经历,或者说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 过去已经过去,未来尚未到来,那么我们的现在究竟是什么? 是完全由过去决定,还是我们拥有真正的选择? 如果一切都早已注定,那么我们的选择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有一天我们完全理解了世界的运行规律,我们就能确定自己掌握了全部知识吗? 还是说我们永远无法重进宇宙的奥秘? 如果我们连自己无知的事实都不知道又如何,能确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比如为什么好人会遭遇不幸,坏人却能逍遥法外? 这些看似不公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我们为何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思想? 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那条界线究竟在哪里? 意识本身是否也是一种机制? 如果我们只是由机制和思想构成的,那么我们所感知的情感又从何而来? 如果将我们置于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中没有规则束缚,我们又该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和归属感? 在这样一个冷漠的宇宙中,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痛苦的世界里,绝望似乎是常态,疾病,死亡,不公,这些无法解释的悲剧无处不在 面对如此多的苦难,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好人要遭受如此多的磨难? 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谁还能保持理智?谁还能找到存在的意义? 面对这种荒诞,我们很容易陷入绝望 然而,我们是否真的只能屈服于绝望? 还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寻找生命的意义来对抗这种荒诞感? 1914年,极地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顿带领着27名勇敢的船员踏上了征服南极的真城 他们乘坐坚染号向南极进发,雄心勃勃的计划徒步穿越这片冰雪大陆 然而,命运似乎在和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坚染号很快就被厚厚的伏兵包围,被无情地裹挟着向南飘移 尽管船员们竭尽全力,却无法摆脱冰城的束缚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他们的南极探险变成了与大自然的生死搏斗 坚染号最终被厚重的冰层压碎,沉入了冰冷的海底 船员们被迫弃弃船,在茫茫冰原上开始了漫长的漂泊 经过数月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座孤岛巷岛 然而,喜悦是短暂的,巷岛上物资匮乏,救援遥遥无期 为了拯救所有人,沙克尔顿拜领部分船员乘坐救生艇 踏上了前往南朝之亚岛的艰险真诚,希望从那里组织救援 而其他船员则留守巷岛等待救援的到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沙克尔顿和他的小队最终成功返回巷岛 并组织了一次救援行动,经过长达数月的等待,困在巷岛上的船员们终于获救,全部生还 当我们回过头来,想象那些留在巷岛上的船员们 在漫长而冰冷的冬季里,怀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日复一日的等待救援 不免让人心生敬畏,他们是如何熬过那段艰难时光的 他们的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与煎熬 在冰天雪地中,他们彼此逗乐,将那些荒诞的时刻变成了独特的月光漫步 即使身处地球上最孤独的地方,他们依然能笑得如此畅快 似乎是为了抵抗严寒和孤独 或许正是这种极端的孤独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 正如奥尔弗雷德兰星所说,他们在冰雪世界中找到了人性深处最坚韧的部分 他们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发现自己并不比想象中脆弱 这不仅让人联想到荒诞主义 我们不也像这些太险家一样,在茫茫宇宙中感到孤独和渺小吗? 正是这种荒诞感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热爱生活 我们和那些被困的船员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也像他们一样被困在时代的洪流中,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困扰吗? 当救援似乎遥遥无奇时,我们是否也曾怀疑过自己能否成功? 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为何存在? 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混乱的世界里,我们又该如何找到活下去的意义? 加米尔给出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答案 为了存在而存在,他鼓励我们积极地面对生活,享受存在的乐趣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然而加米尔的答案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过于抽象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又该如何在面对各种困境时,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 在心中点燃希望的火种,以革命者的姿态反抗这荒诞而陌生的世界 没有什么永恒不变,我或许永远无法参透存在奥秘 但正因如此,更要热情地拥抱生活 我不会逃避深渊,而是直面他与之对事 与其说你凝视深渊,不如让我来直视你的空洞 你认为自己了然一切,却不知我眼中你的荒诞 你用美食祈祷,恋爱填满日子,却同时亵渎生命,呐喊抗议 你弹奏曼陀林歌颂死亡,又对生活充满疑惑 这便是自由的重量存在的荒诞 也许天上有神在俯瞰,也许我们只是外星人的实验品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逃脱这虚无地追问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或许这一切都不过是原子碰撞的偶然结果 谁又能断言我们不是一场尚未完成的实验 但在未知的宇宙中,我们可以尽情舞动 荒诞主义告诉我们,生命是一场荒谬的戏剧 它没有意义,却又充满了矛盾 我们一边质疑存在的价值,一边又努力变得更好,更善良,更独特 我们明知前路迷茫,却依然坚持前行 勇气并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敢于直面恐惧 当我们感到害怕时,我们依然选择去做 这或许就是荒诞主义的精髓,在荒谬的世界中寻找意义 在未知的旅途中不断前行 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宇宙从何而来 这些终极问题就像悬在头顶的达姆克利斯之间 让人夜不能寐 如果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又该如何面对 或许我们不必执着于寻找终极真理 就像看到一只可爱的海鹦鹉,我们也会感叹生命的奇妙 活着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曾一度对科幻小说感到厌倦 但当我开始写诗时,发现生活中的乐趣远比想象的要多 或许人生就像一场荒诞的戏剧 我们都是无意闯入的观众 既然如此,不如放轻松,享受当下 喝杯啤酒,欣赏一下梅腿 这难道不是一件很酷的事吗